上一集呢 分享了日本人吃荞麦面跨年 和除夕的钟声 零点钟声敲响后 人们互相拜年 说 明天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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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也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那意思就是说呢 新年好 给您拜年了 今年呢 也请您多多关照哦 有的人呢 零点一过 就敢去神社做初次参拜 叫做呢 祈求一年的好运 很多人呢 会求一支签 占卜一下一年的运势 还有一些人 干脆提前来到神社 在那里等待跨年 参加呢 本命年跨火堆呀 或者是参加 亲手敲 除夕钟等 传统的仪式 神社里呢 和四月里会准备 很多热酒 热年糕汤 来给大家暖身 新年的第一个梦 叫做初梦 哈自幽梦 据说呢 梦里会有这一年 新的一年的 运势的一些讯息 第二天一大早呢 就是圆月一号 一大早 打开门 然后孩子们起床后呢 给长辈们问候拜年 长辈们呢 要给他们红包 一般呢 会给到十八岁吧 一号这天开始呢 进入正月 从第一餐开始 要吃郁节料理 Osechi六里 在过去的时候呢 是正月里 让赵神呢 休息三天 也是让忙碌了 一年的主妇呢 这三天呢 不必开火做饭 其实为了这三天的 郁节料理做准备 也是要忙活好多天的 因为呢 要存放好几天 所以呢 传统的郁节料理 普遍的 种盐 种糖 或者是呢 炸的东西非常多 现在的主妇呢 自己亲手做郁节料理的人呢 不多了 大多的是预定 现成的礼盒套装 礼盒套装的品种也很多 有三层装的 两层装的 也就是分人数 一家几个人用的 那或是 不买这种套装的 买各种成品 自己呢 拿回来组合一下 这个郁节料理的食材呢 多种多样呢 基本选材原则呢 都是以陶采头为主呢 比如 喜庆颜色的 红白萝卜的凉菜 和 红白鱼糕 代表长长久久的 牛蒡丝的金瓶煮 金瓶烧 还有呢 祝愿进步和升迁的 伊达卷 这里面呢 有几个是必须的料理 一个是呢 代表来年也要加油工作 像古代在田津 辛勤劳作 被筛得幽黑的农人一样 努力奋斗工作的 煮黑豆 那它这个是甜味的 是作为一种甜点来吃的 二呢 是甘露煮的沙丁小鱼 它还有一个名字 叫做达子狗里 寓意呢 在努力耕耘后 获得像这样的 甘甜丰厚的收获和回报 三呢 是各种鱼籽料理 鱼籽料理呢 寓意子子孙孙 代代盐绵 四呢 是甘露煮粒子 或者是粒子酱 因为日语的 利和利润的音呢 是谐音 所以呢 这一道金色的甜品 有生意兴隆 财源滚滚的住院在里面 那这些郁节料理呢 大多都是凉的 不需要加热的 拿到桌子上就可以吃的 但是呢 因为天气比较冷 吃到肚子里呢 可能会觉得不舒服 所以呢 大多数人家呢 都会再配上 嗯 热乎乎的年糕汤来 叫 Ozoni 来一起吃 这样就比较好 那吃过早饭的 欧世奇料理以后呢 一家人会穿上新衣 或者是传统服装 到神社呢 去做初次参拜 叫做 Hatsumode 像今年的疫情形势下呢 神社的一些传统仪式 或是 取消或是从简 大家呢 参拜也避开人多的时间 或是干脆就不去了 日本的正月呢 传统上是 到1月15号的 结束的 但是呢 现代人一般 4号就开始上班上学了 所以呢 过了3号 感觉呢 新年正月就算结束了 其实在民间 正月的传统里 还有几个比较注重的日子 117号这天 和中国的正月初期 人日一样的说法 这一天的阴晴风雨 关系到人的一年的运势 在这一天呢 要吃七炒粥 来驱邪避灾 保佑安康 二呢 是1月11号这一天 这一天呢 要打开镜柄 和供奉的玉酒 分时注入年神精魂的 年糕和清酒 能够得到年神的神力 三呢 是从8号开始 到1月14号之间 把过年前挂的 摆的迎新年的 祝联市和门松等 还有前一年 求的护家福等 送到神社 专门的回收处 做传统的 冬豆焼 据说呢 这个时候 据一把燃烧时的烟 拍到自己身上呢 有去灾辟邪 保佑平安的好处 也有很多人呢 把年糕 粘到柳树的枝头 然后拿到这个火上去烤 烤年糕吃 据说吃这个年糕呢 有趋病 保平安的作用 那这个冬豆焼 帮大家 把去年的 旧的一些东西 全部烧掉以后呢 那就正式开始 进入新的一年 正月也过去了 该上班的上班 该做生意的做生意 以上呢 就是我想给大家分享的 日本的过年的一些传统 非常欢迎大家给我留言 分享一下 你知道的一些 日本的过年的传统 和你生活的地方 的过年的一些传统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